这些剧目有这么多的人来观看它的话 你说 它会误导了多少人 对于歌剧艺术的认知 有多少人第一次看歌剧 如果看到这些东西以后 它会 爱上它们 所以说 我觉得 这给我们提出了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 就是说 培养它的生态 是需要我们 有一个很好的 我觉得前头的各位老师说了 应该是 对它有一种谦卑的 应该是有一种 起码的尊重的 这么一种心态 去培养这种 我们才能够建立好 我们的好的歌剧生态 再一个呢 就是说 我们在争取题材方面 我们又得学会 我们 如何把我们的理念 能够 为 投资者 能够为市场 所接受 我觉得 在这点当中 我特别有心得的 就是说 我们 要说 应时代 时代实际上 给予了 我们真正的大的生态 它是建立在一个 大的时代背景下 但是这个时代 要的是什么 实际上 我们不管什么题材 它要的还是真善美 它还是要 如果我们说到歌剧的话 它还是要 我们 专业的音乐 优美的音乐 能够直达人性的音乐 所以说 我老想说 就是说 现在 我们处在的 这么一个 特别好的时代 这个时代 就是大家各个单位 敢往里 扔钱 赚钱 干了 光去年一年 新歌剧 不下百步 所有人都在 去做 但是 真正的 高精尖的作品 我们大家都是 心里有书的 建立这个生态 需要我们业内人士 用我们的敬畏之心 去把这个生态建立 然后后来又说到 形态 我们又说到形态 后疫情时代 不得不 改变我们很多的 观影方式 像我们 确实 我们是去了很多的 剧院来看 歌剧 因为它确实是 歌剧 它的真正的平台 是属于舞台的 它是剧院的 它不是演播室的 它也不是云端的 它是在 现场 能够要体验 能够要沉浸在 你音乐当中 才能够感受 你角色的 这么一门艺术 可是我们 好多 可是这么一个 疫情 让我们 剥夺了 我们很多的 这样的机会 所以我们不得不 在 我们的视频当中 去接触 于是 我就说了 确实歌剧 传播的形态 在改变 也好 也不好 我先说 它的不好 就是 它把真正 歌剧的 魅力 应该说是 削弱 我们现在打开手机 短视频当中 你想看歌剧片段 什么都有 什么剧都有 谁唱的都有 但是 我们 很难 在这种短视频当中 真正能够感受到 歌剧 给予人的那种感染 给予人的那种 逃影 但他 我又说他好 他怎么好 他让更多人 认识他了 让更多的人 去了解他了 让更多的人 知道他了 哎呀 真的 有很多地方 我去过很多的地方 我前些去 江西省 那帮的人 应该说是 从上到下 不知道音乐剧 为何物呢 还是很高级的领导 一生都没看过 一个短视频 让很多的老百姓 你像让我的女儿 她 因为学业的压力 她很难到 这个剧院来 去观剧 我在这儿 看大家点赞 特别是蓝教授 你们的这些 经常给歌剧 点赞这些东西 金院长 歌剧点赞 我在看的时候 我也会跟他一起去分享 我在这个当中 我让他认识歌剧 他也是好事 如果没有这个疫情 没有这个时候 大家没有这么多的闲事 打开手机去 看这些 各种各样的 有关歌剧方面的 短视频 和抖音啊 等等这些 我们的直播 所以呢 我觉得 他的形态发生了变化 他从我们的歌剧舞台上 现在浓缩在我们的手机窗口了 那么在这个当中 于是我们就说 我们不得不屈从 或者是我们不得不服从 我们现代的 这个传媒方式 带给我们去观赏一部作品的 这么一种新的一种变化 和方式 这样不得不让我们去 想办法去把我们的舞台 从剧院 更加 广阔的 延展到 整个外部世界当中 我曾经设想 就是你不管是用二次元啊 不管是用什么 这个 包括现在我没有说的 这个火的元宇宙的概念啊 我们把它植入在我们的歌剧当中 它 大不了是给我们提供一个环境 真正的演出 真正的唱 还是我要听你 直达给我的 用你的声音 塑造出的角色 直达给我的 那种 交流 那我们能不能设想 就将我们的整个的演出的方式 做一些改变 或者是 做一些调整 或者是我们注入 在传统的我们的演艺 演艺状态中 我们注入一种新的方式 尝试一种新的方式 例如虚拟 整个的舞台 它全部都是虚拟状态 因为我是一个实践者 我是一个实践者 我做的事情 都是在想办法去操作它 从操作层面 你说做一个虚拟的环境 整个的环境 包括道具 包括井 人是在实景的路面 演出的这么一个东西 这个 说实在的 又简单又省钱 然后又能达到特别好的 那么一个环境效果 等等等等 我想了很多这方面的事情 咱们再说 我再说它的业台 说实在的 这个业台是对观众而言的 是对观众而言的 就是说 歌剧现在 作为一种新的 现在被受众认知的 一种新艺术 为什么我说 它是新艺术 它尽管是古老的 但是它对很多人来说 就是因为疫情时代 我们凭借手机 我们对它了解 所以对很多人来说 它是很新的一门艺术 哎呀不要说我们中国的 就是我们以前的那些歌剧 什么红乌持续队 包括 江姐 那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 标准 标志化的 标准化的一个歌剧 它是中国式的 我们改良了以后的歌剧 我们真的要认识歌剧的话 我们真的应该是歌剧 从经典上认识它 但是我不能说它不对 任何东西只要 只要有引进 只要有消化 只要有融合 它就有价值 它非常有价值 不能说谁不对 谁不对 但是就是说 我们就像一加一等于二的话 它的公式非常的明确 割据有割据 它非常明确的公式 我们要让大家知道 在这个公式上 我们创作的东西 就现在后来我们所认知的 像湖湖水 湖水队啊 像等等等等 湖山国这些 在这个公式上 我们演化出来的 它的一种新的样子 但是 它 要作为液态化 液态化就作为市场化 歌剧应该 我们应该怎么办 我觉得 现在 手机 给了我们一个普及 歌剧的 这么一个平台 我们应该真的 应该好好地 去利用这个平台 让更多的人 去爱上歌剧 我最后还原到 我这句话 刚才说来说去 都 在强调 我今天的 这个题目 就是为什么会爱上歌剧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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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